剛剛的那個程式部分的話 你最好是做完一次喔 你就記得把它存檔 再修改過你就把它另存 那我剛剛存檔的話 我是把它直接什麼 直接存在固定的位置 比如說我另存為這邊 我就把它存在第一疊底下 那因為我上次上課有在新增一個資料夾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底下 可以新增一個資料夾 我這邊名稱取叫Python 2020 然後我就通通把它存在這裡 那這樣好處下一次上課 我就可以直接假設我需要用到的話 就把它打開來就OK了 所以請各位也許 如果你有做一些練習的話 可以把它存檔 存在自己資料夾裡面 然後再來的話 我們接下來繼續來看那個後面的範圍 所以剛剛寫完的程式 雲端上其實都有 在第三個單元 雲端白板的第三個單元 有方法一 方法一 方法一關鍵的地方就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特別是這一串 只要這一串沒打錯的話 然後底下再加一個L 冒號 這樣的話就可以分別做計算了 所以以後如果假設 如果你大概有 現在只有兩個 奇數偶數 如果你有多個 比如說一、三、五、一、三、一、二、三 或者什麼等等的 或者是一的倍數 或者是二的倍數 三的倍數 五的倍數 七的倍數 諸如此類的 的加總結果 那當然你就是多條件 OK 就在這個邏輯裡面做變更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你可以用STEP STEP就是間隔多少 比如說預設的話是一 那如果說你要基數的話就是間隔二 STEP二 OK 那你可以從這個地方做修改 那至於哪一種方法 比較OK 我覺得你自己熟練 覺得順手 其實都是好方法 當然一般理論上習慣會比較 還是用這個邏輯 因為 一般還是第一個會想到 反正回圈 然後它一直跑 然後裡面弄個邏輯 一般比較常用 反而STEP也會用到 但是好像就是會比較不是那麼的常用 OK 所以以經常性來看 第一個可能會比第二個來的常用一些些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其他的有一些語法 比如說呢 在程式裡面 回圈裡面呢 你只要加一個BREAK 那BREAK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跳離這個回圈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說這樣 因為你假設說 你另外一種寫法 就是說 我1到1000 1000的話就跑到多少 跑到999嘛 1000停下來 那可是問題你只要加到 99的話 那其實你有一個方法 就是在裡面多加一個條件 就是如果IA的值呢 已經大於99了 意思就是它到100的時候 有沒有 那就BREAK掉的話 那後面加總結果也會跟剛剛一模一樣 意思就是說 即便你的清單是跑到999 但是我裡面還多一個條件 就是當它怎麼樣 如果是大於9的9 就是已經是加完了 1到99了 到100了 100就不要加了 那你就底下可以多一個BREAK OK 所以特別是說BREAK有點像 顧名是一些煞車嘛 那風迴圈就像油門一樣 油門一直踩著 然後呢 它就一直往前衝嘛 如果你要讓它停下來的話 就是BREAK嘛 OK 就像那個電動車到底差不多 現在很流行電動車嘛 現在電動車 真的一飛衝天嘛 像特斯拉 市值居然比那個Toyota還高 市值指的是它的預估的價值 但是它的那個產量當然沒有Toyota還多 可是問題是說 它的那個未來性其實是 是相當難以估算的 那只是說呢 很多東西它都用程式來決定 有沒有 所以它其實本身已經有那個 到Level 4的自動駕駛規格了 也就是說 你其實是可以放雙手 讓它幫你開了 但問題還是要小心嘛 因為前一陣子就有人 真的是高速公路上面 就讓它放 然後在車上睡覺 結果呢 理論上在高速公路前還蠻單純的 結果呢 那個車子理論上應該看到前面有車 就應該要煞車了嘛 結果後來呢 特斯拉飛彈沒有煞車 直接給它撞上去 不知道各位心裡有沒有看到 就是那台車很特別 那台車剛好是翻倒之後的貨車 翻倒之後 因為它辨識的話 一定要辨識 這個是車子 這個是一台小客車 這個是個大貨車 這個是什麼車 但是它可能裡面的那個辨識 裡面的圖形 剛好沒有翻倒之後的貨車 這個選項 所以呢 像那個AI部分 因為它要學習嘛 那學習的部分 因為剛好它還沒學習到這個部分 等到它後來發現 確定是一個障礙物的時候 要煞車來不及了 所以就直接 特斯拉就撞進到那個小後車裡面去了 是好像後來 好像印象中報道裡面是說有煞車 但是是來不及了 因為它還在判斷說 到底那個是不是我應該煞車 還是說那個是什麼東西 它還在那邊 所以會有個秒差 然後等到它緊急煞車 來不及撞上去了 所以未來當然很多地方 你會發現電動車有趣的地方 就是很多地方其實是可程式化的 所以它以後有點像是一個那個 像智慧型手機一樣 那一般的汽車就有點像傳統手機 所以傳統手機跟智慧型手機 一比較之下 當然以後你要買哪一 你當然現在沒有人用了 可是以後你看 以後如果是可以讓你挑選 然後慢慢電動車的價錢也慢慢又盪下來了 然後穩定性也夠了 成熟度也穩了 你說這以後會不會整個翻盤 對不對 當然很有可能 以前Nokia是不可同路而言 現在突然間在完全對不對 像那個什麼之前柯打 我們那年代柯打底片算是很OK 很厲害的 可是你沒有人用底片的時候 那柯打就破產了 倒閉了 Nokia後來好像也被併購了 後來好像被微軟併購 後來又被賣掉 然後一直 不知道現在到底是 所以有的時候當然是一個趨勢問題 那我們來講這個break 其實就是說 如果你的條件 縫回圈或壞回圈 只要是回圈裡面 遇到break就是跳離 OK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也許把這個地方做修改 另外的話還有一個continue 那只是說那個比較少用 但是有這個東西 像continue的意思 我這邊解釋就是跳過的意思 什麼意思 就是當那個比如說我for i for i等於1到99 1到99這個清單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i這個值 除以2之後等於0 意思是說能夠被2整除的話 那我continue continue的意思是說 不要做下面累加的動作 所以跳過去 所以意思是說 偶數部分就不累加 所以這個結果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計算加總結果 應該是計算的結果 應該是基礎部分 也就是偶數部分跳過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它是偶數的話 那我就不執行下面這個加總的動作 continue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不過跟各位講 continue在我撰寫程式以來 幾乎沒有用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的邏輯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需要用到這個東西 但是可以這樣用 只是說以後如果你們 假如剛好你的需求裡面 剛好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後面需要讓它 跳過下面那一個執行敘述的話 你可以用continue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個東西 我不知道怎麼用 OK我從來沒 幾乎可以講 如果程式傳解裡面 幾乎沒用過這個東西 而且我看別人程式裡面 很少看到continue 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還是講一下 如果你以後看到你需要說 哪一個邏輯敘述的時候 不要執行下面的程式的話 那你可以用continue OK 這個地方的話跟各位講 底下就step step的話後面我們是step2 甚至你以後有3的倍數 5的倍數 7的倍數 那你也可以step多少 或者你用百分比 有沒有這個求余數的方式 其實也OK 然後再來的話 等一下我們要再來看另外一個 練習題 就是我希望 撰寫一個叫99乘法表的東西 99乘法表特別注意 我的規則是這樣 我希望把這個寫一個程式 那其實最後的程式 大概程式只有幾行 只有四行 但是需要兩個for回圈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99乘法表 給做輸出 可是要怎麼寫 那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地方有幾個規則 第一個規則是前面 前面這個數字 那小學的數學 它這前面叫什麼 這個名字 這前面的數字叫什麼 叫乘數 OK 乘數嘛 這叫乘數 後面叫被乘數吧 對不對 乘數被乘數吧 是嗎 是嗎 蛤 好啦 沒關係 我印象中 反正一個是乘數 一個是被乘數 我印象中後面是被乘數 前面是乘數 好啦 沒關係 反正就是兩個數字 然後呢 後面這個是等於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你會發現 第一次出現的話 前面的都是1 有沒有 然後第二次的話呢 第二次就是前面都是2 一直類推 然後面的數字的話呢 每一次都1234到9 有沒有 中間的話呢 我們會需要 其實你可以用四個空白 或者是一個TAB 一個TAB的話 一個TAB還記得吧 我們前面好像有拖曳資源裡面 有看到類似的東西 拖曳資源裡面 如果你要輸出一個TAB的話 那應該用什麼呢 還記得吧 一個TAB鍵的話 反斜線T 有沒有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要一個TAB的話 那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完成 所以呢 我就是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的話呢 它有個固定的變法 開頭呢 有沒有 一個回圈 後面的話呢 又一個回圈 那它的範圍都1到9 所以呢 也許一個是4J 4J的話 理論上我是後面這個數字 這個是4J 4J等於1到9 那前面這個數字的話是4I等於1到9 然後我中間的話 乘號用X來代替 等於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寫 總共程式其實只有四行 就寫完了 那只是要寫對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看怎麼樣寫喔 很多東西其實我們前面都有講過喔 最後的寫法喔 你們可以看一下 但也許你大概知道一下 會用到Format 然後會用到去掉它的換行 這個剛剛都有講過 然後會有個4I 4Tree 有沒有 這好像應該都有寫過喔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先知道最後的答案的話 你可以先開一個空白的 然後把它貼上 然後把它Run一下 然後把這個把它拉寬一點點喔 這個不能把它縮小一點點喔 因為這個 這個執行一下 有沒有 OK 我們到了結果 但至於怎麼寫 最重要的部分怎麼樣 這個要把它清掉 重來 OK 程式不多啦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寫對了 一下就OK了 但是好像有點複雜 所以我們待會也可以分階段來完成 第一階段先輸出一行就好了 然後再輸出全部 不然的話 一下全部 兩個回圈 可能同學的腦袋會打勾 可能會那個 這個可能會打結啦 OK 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什麼表部分喔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就是什麼表 我會先輸出一列 然後再輸出全部的列 OK 那這樣其實也不是那麼困難 那九種懲罰表 是一個還蠻好的案例 因為如果以後你這個會的話 以後你要輸出一個表格的資料 其實原理原則都差不多 因為表格不外乎就是藍 不外乎就是列 這個概念也是這樣 For I 也許你可以把它當列 For J 也許你可以把它當藍 有沒有 這個概念跟VBA其實也差不多啦 所以在VBA裡面要寫出一樣的東西 其實這個程式的邏輯差不多 我們待會再來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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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